哈喽我是唐唐 欢迎来到我的新生存 这是我跟阿里一起的第四个生存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里 崭新的生存就让我们从勘察地形开始吧 出生点是在一片平原 星站的后面就是雨林 在这都能看到后面的祭祀了 雨林的右方有一座大山 咱们过去看看 哇塞既然是桃林 我的老家 开局就有桃林 我还是第一次呢 哇 小子你有坐骑跑得那么快 往后就面哭了 我的关系我会在前面等你的哟 桃林貌似是刷贷盆地形种吧 周围的一圈都是高山 虽然说遇见桃林挺不容易的 不过我们这次的生存可不是在桃林里哦 啊那在哪 桃林他不像吗 呃如果我说我想在山上生存 当个山顶动人 你会不会打死我 嗯我能不能说确实有这个想法 你快看呀 前面这座山它又大又圆 好像也不太圆啊 它又大又尖 猫似也不是很尖 哎呀不管了 阿里你快来看 我都已经找好山了 这座山它又大又宽又好看 又来盖房子最合适了 我决定了今天起它就是我的啦 此名桃桃山 嗯你别上着做决定啊喂 我还没套呢 你这小端端跑得太慢了 快安排个坐骑吧 快了快了小费速马上就有了 不行感觉天都要黑了 我得先收集些材料 度过第一个夜晚 幸运的是附近就有很多棉花 我们可以采集十个做两张床 来了来了 你要用哪个山 就是这个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棒 嗯还行吧 这么好看的山你竟然说还行 不管了快来采集棉花吧 天马上就要黑了 这附近的棉花还挺多的 我现在已经有七个了 再加杀阿里的应该就够了吧 不好意思 我只有一个 啊 这太夸张了 哦这边有 我看见了 我们马上就能坐床睡觉了 还差点小木棍和木头 坐床需要原木 小木棍的话打树叶就能获得 天都黑了 商人都刷出来了 咱们得抓紧时间 最后一个原木刀勺 抓紧坐第二个床 好了 来 终于可以睡觉了 第二天 先做出实质的工具 山脚下刚好有个矿洞 在这里采集点石头 出生点离这里还是有段距离的 所以呢 咱们先做个实质雕像 保存一下复活点 那这个雕像你要放哪儿啊 咱又没房子 房子 这还不好办 马上就能有了 欢迎回到桃桃山生存 今天我们终于要对这个山下手了 请记住它现在的样子 因为待会儿 你将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桃桃山 上一期不是挖了很多太和金和铁吗 现在就该他们上场了 通通画床工具 帮助我挖山吧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桃桃遗山 我有九十岁渔公 一平两座大山 仅有我桃桃大人 桃洞盖房 喵哉 喵哉 咦 桃子也够了 三四吧 好 我闭嘴 开启飞行模式 我闭嘴 我闭嘴 差不多了 箱子的石头都快满了 这下可不缺石头用了 跑远点看一下 这下看起来寒敞多了 是吗 我觉得跟我想象的还是有点差距啊 又要挖 算了 暂时就先这样吧 盖个两层小楼也将就 后面需不需要挖的再看 有一点比较难受 这个山它是轻切的 门和玻璃什么的好像没办法放 得设计一个特殊点的大门才行 哇哦 这个地方竟然还下雪 真的 真是奇特的景象 左半部分是雪 右半部分是鱼 好奇怪 山是歪的 那门口要不也弄成歪的吧 而且吧 这个山它还不是单纯的歪 它是对称的歪 从终点向两边斜着歪 所以啊 我在考虑 从中间一分为二 搭两个对称的狗门 不知道效果如何 打出来看一下 这个样子 有点像英文字母M 还是小写的 阿里你觉得怎么样啊 还行啊 不能看 那也就是不好看咯 我觉得还是有点矮 我再把这俩狗门架高一下 就决定用岩石块了吗 当然不是啦 我就是拿岩石块试验一下 到时候换成别的方块 那要不 我就坐个上司机 行呀 求之不得啊 等着你的好消息 现在呢 狗门有没有好点 看着搭起一点 我感觉有了这个门啊 我们家都快变成麦当劳了 桃子 求助 升级元件怎么做 合成呀 怎么合成 不会呀 给我吧 连升级元件都不会做 我都怀疑你能不能朝工作出刷时机了 我也有点怀疑 这不就合成了吗 多简单 给你 咋合成的 哦 快去吧 挖点金子回来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 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办 你先走吧 我随后就到 嗨 我是唐唐 欢迎回到唐唐山 大家还记得上次 阿黎在猎兴的悲惨经历吗 身为我的小伙伴 身上现在只剩四颗醒醒了 着实混得惨了点 跟你玩了这么久 我其实一直都很穷的 先行就没躲过 嗯 你说说你怎么混的呀 我现在都有四十多颗呢 为了照顾我们的阿黎同学 我决定给他捡个刷怪塔 一来弄阿黎以后就不再去醒醒了 二来刷怪塔可以掉落材料 也省得我们收集了 第三以后下载这个地图的小伙伴就可以有献献了 不用再提礼盒 可谓是一举三得 地方阿黎已经选好了 就在刷石机的隔壁山头上 这里的树已经被我砍掉了 现在的高度是99 那么再往上搭100层到200层吧 好了为了避免碰到刷石机 刷怪塔的小平台就往这边来吧 平台建完了水楼梯也做好了 床我都搬上来了 独剑完我是不会下去的 第一步键收集装置 用到漏斗和箱子 在地上用岩石建个四乘四的烟囱 下面放漏斗 注意啊漏斗不能对着地方 要互相连接起来 再连到外面的箱子上 这样打怪跳的物皮就会通过漏斗进入箱子 再把这个烟囱往上搭 太高的话怪就会摔死了 搭个五六格就行了 我现在这个建的太高了 后面我又修改了一下 现在打怪是不会掉落惊验球了 所以放水装置都省了 烟囱建好之后 往两边延伸八格 把外圈围起来 然后呢再往外延伸八格 外圈也是围起来 这两个地方是用来放水的 把这里都放满水 这一步搞定之后 接下来就好办了 把对外圈一直加高 加到多高呢 就看你做几层了 这个活就交给阿里吧 没问题 放心吧 那我们开始建中间的部分了 来到一个角落 在离水两格高 离边边两格远的地方 放一个石块 往另一边一直搭一直搭 搭到离这边也剩两格的距离 然后拐个弯继续 这边留一格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平台用岩石填满 接下来拿出非自然方块 我用的是岩石砖 用木板或者岩石块都可以 非自然的就行 在边边上搭两格高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滑动装置 用来把刷在平台上的怪推下去 这里放一个加号 一直连到头 对着的这一格也挖掉 然后填满 滑动方块的话要放在这里 注意是加号面对着我们 减号放在这 滑动方块组就做好了 接下来是计时装置 两个漏斗对着放 推拉机械臂 下面放比较器 电线电石块 已经开始运作了 然后在漏斗里放入半组的物品 等它们从一个漏斗全部进入另一个漏斗 方块又会滑动了 这样计时装置就做好了 确定之力没有问题之后 先把它停掉 继续完成里面的工作 在岩石砖的上面 搭建跟第一层一模一样的平台 这是第二层 搭完之后把下面的滑动方块连接上来 再继续往上铺第三层 第四层 一直重复就好了 我最后是搭捞六层 因为滑动方块组只能带动这么多了 在六层封顶就OK了 进来检查一下 没有火把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水底特别的亮 可能是砍八个了 我把水全部重新放一下 放完之后就伸手不见五指了 这样的氛围才对嘛 然后回到底座这里 我发现掉下来的怪大部分都摔死了 因为我这里建的比较高啊 有十几格 所以我后面又把这里改了一下 改成了五格还是六格来着 摔死的就没那么多了 不算是全部建完了 正好一人一高坑 开启愚怪的刷怪模式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哦 拜拜 这一期到了阿里表现的时候了 前两期你说你要建刷石机 这不 材料都准备好了 赶紧表演了 我这些材料 我上次的太惨了 哇 完了 怎么了 到了 咱们也先在岩浆了 啊 没事 上次去咱也没做太和金桶 我现在做几个去建岩浆吧 老样子 就还是做六格的 你在家准备别的 好 去吧 岩浆嘛 不用非得去下面的岩浆海 在上面找点零散的就像 不然到时候不太好上来 就是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行站了 浪费了许多时间 估计阿里早都把材料准备好了吧 睡觉 明天起来干活 你就不打算帮我建吗 当心让我一个人 是你主动说要负责建的呀 而且我也帮忙啦 硫磺江沙和岩浆不就是我弄的吗 不过看在我现在有空的份上 倒是还可以帮你个大忙 把小平台建了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建刷时机了 你把你身上的水给我 我先过去 带一个硫磺江沙坐水楼梯 地方阿里之前已经选好了 就在隔壁山的山头上 这里的地势本来就高 海里加进 非常适合建刷时机 那我就直接开始啦 用岩石块一直往上搭 一直到240层 对于一个有口罡正的人来说 太害怕自己掉下去了 240层到了 接下来在这一层建个小平台 大小随意 反正后面再让阿里自己调整 找个角落做个无限水 水楼梯做好就没有我的事了 阿里 你在这个柱子的南方 紧贴着柱子挖个坑 我要放水了 南方 等一下 南方 这边吗 嗯 就是南方嘛 等一下 再来还是看坐标吧 嗯 应该就是这个 嗯 你放吧 硫磺增砂给你扔下去啦 这个柱子啊 我本来想拆掉的 但是这个角度 我好像够不到了 我来 行 那水桶就扔给你啦 我把这个柱子拆掉 然后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哟 快事了 怎么 我过去看看 岩浆 这是都变成岩石了 六个 它又变 它还不一起变 好吧 所以你现在是去弄岩浆了 你这个 放的好像不太对吧 你的水怎么这么长啊 可以说 岩浆在变石块吗 我要是放对了 就不会变了 嗯 确实不太对 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这样放的 花儿是不是 又变石块了 要不你来吧 不不不 还是你来吧 今天是你的主场 啊 我忍不了了 阿里 水是放在这边的 岩浆这样放的话 是根本碰不到水的 不可能产生石头 哎 阿里这个小糊涂蛋 我先不告诉他 放好了是吧 我打开开关 这两边根本就接触不到嘛 这是为什么 哪里出了问题 想知道吗 想 我跟你说哈 岩浆这边多饿一个 等等等等 让我调整一下 咦 这可怎么流不过来 我是不是放虫了一头啊 应该是的 哎呀 不管了 少一个不碍事的 放好水再试一下 那放好了 我就开开关了 石头是能刷出来 就是中间少了一个 不管怎样 还是恭喜阿里 成功把刷石机做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收集装置了 这个简单 我做了漏斗和箱子 放在石头掉下来的地方 以后就不会再切石头用了 阿里也算是做了件大事 估计成就感满满吧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欢迎回到唐桃山 有了阿里建的刷石机 我们可以开始装修工作了 今天把拱门换一下材质 顺便把上山的楼梯打出来 楼梯这会儿就交给阿里吧 正好他有自己的想法 解释也解释不清 我直接搭给你看吧 卖当老狗们 我原本是想用岩石砖的 白白的挺好看 不过啊 我现在突然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不如改成原木 再加点树叶也挺好看的 原木的话 家里只剩11个果木了 果木看起来太麻烦了 我想去找点红山树 直接看一棵大的 但是目前为止 还没有遇到过红山树呢 我得先找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 溜达了5分钟 终于被我找到了 砍一棵最大的就够用了 顺便带点种子回去 回家了 用刚砍的红山原木 替换掉原本的岩石块 完事了 看起来是好看多了 那下面就用树叶为一圈 不如就用橙色和粉色吧 橙色和蓝色也行啊 用松出树叶 啊又带出去砍树啊 本来还想偷个懒呢 直接用家里的材料 我感觉粉蓝色挺搭的 似乎红蓝出CP嘛 好吧好吧 虚心接受阿里同学的建议 再去砍点松树 我记得附近就来着 蓝色的树叶到手 来到家后面的桃梨 再砍一点粉色的树叶 意外发现了一只在树上的熊猫 我记得有两只 到时候炫富一下 那我来看大门 让国宝给你看大门 太有拍面了吧 这根柱子用粉色和橙色 这样混搭着看一下 这一根用粉色和蓝色 跑到远处看一下 哪个更好看 离得远了看 这个橙色和粉色就不明显了 还是阿里说的粉蓝色更好看 我想的是一半粉一半蓝 你想混搭啊 哦 你是想左边的门粉色 右边的门蓝色 也行 我换一下试试 这样就挺好的 左边粉 右边蓝 中间用粉蓝 就这么决定了 这样看的话 有很多木头都露出来了 影响美观 再修饰一下 把下面也围一圈吧 你看我破的路怎么样 不错不错 挺好看的 阿里 你看这个拱门怎么样 不错不错 挺好看的 在这商业互吹呢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拱门就先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是刷石机这里 每次上去拿石头 这则事案都太难爬了 从下面修一条上山的小落 要支付先修落 修到这里就到山顶了 离刷石机还隔着好几棵树 全都看了 碍事 最后过来的这段路 只能斜着铺了 刷石机的箱子 已经快满了 正好往家里运一些 这段路 我是从半山腰开始建的 在这里拐个弯 把路借到下面的平地 OK 大功告成 这路挺好看的 有种通往市外桃源的感觉 哈哈 没毛病 后面就是桃李嘛 走走走 走一趟试试 以后再也不朝爬山了 在这个山顶上 还能看到家门口呢 景色不错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哦 大家好 我是唐唐 欢迎回到唐唐山 上一期把狗门和山路修好了 只剩门前的楼梯没有修完 先跟阿里同学一起 把这个地方搞定 中间我凭着 铺了两三格当做缓冲 下面的这些 下面的不好弄呀 没个接力点 我想想 那就在这个 拖出来的角角上 放个方块 这样就好搭了 我们打算就这样 一直扑到地面上 接下来就是一些 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了 咱们直接跳过吧 看结果 呃 这 楼梯好像有点太大了 越往下越宽 都把狗门的风头给抢了 失算失算 让我好好想想 该怎么改呢 拆拆拆 通通都拆了 保留着这平坦的几个 半小时的心血 就这么没了 唉 心痛 不过 幸好不是全部剪完了 才发现 现在收手也算来得及 这次 我们建一个苗条店的楼梯 从两边顺着往下建 嗯 阿里 你看可还行 行 不错 比刚才那样少的 简约多了 顺眼不少 右边的楼梯 两侧还有不少的坨块 得把它们都挖了 就先这样吧 后期再把下半部分整理出来 看看用来做什么好 可以养养花之类的 嗯 外表暂时就先这样了 然后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说出来可能会挨揍 什么想法 我保证不揍你 我想把这个山挖穿 做成山体隧道的样子 什么 挖穿 这 这得挖多久呀 谁让这个山是写着的呢 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案了 你说了 绝对不做我啊 开始干活吧 我收回 我其实想揍你 不行 观众们可都能替我做正呢 你可不准动手 为了减少咱的工作量 我决定做个水稻蓝图 就先这样再那样 做就好了 隧道也得斜着来 从拱门开始一路斜过去 两个门之间的这些方块 全部挖掉 听起来 我的感就开始隐隐作痛了 搞定收工 啊 我好累呀 再也不想挖山了 所以小伙伴们知道 为什么前天没有更新吗 就是因为挖山来着 实在是一项大工厂 隧道内部的两侧 我们用岩石砖 垒了十格高 山洞暂时也挖了十格 应该是够用了 不过我对话后面再说 从山洞走到另一侧 就是室外桃源了 是我想要的 豁然开朗的感觉 欢迎回到桃桃山 上回说到阿里准备 去练兴挖金子 哼 你不跟我一起去 别急呀 我这不是打算 先去挖点沙子吗 挖沙子扮沙 准备弄几个硫磺杀 不然刷时机那么高 咱怎么上去啊 我们有没有钻石 所以我挖完沙子 再去蒙眼星挖点钻石 那我们是先去挖黄金 还是先去挖钻石 咱不是有两个人吗 分一下工 我去弄钻石 你去挖黄金 行吧 三头行动 我得先去挖点沙子 之前找空岛的时候 记得旁边有一个沙漠 离这里很近 找找看 看到空岛和星站了 沙漠应该就在附近 哦 出现了 看来我的记性还是不错的 在边缘挖一点沙子就像 它得赶去蒙眼星呢 抓紧时间 我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啊 只剩六颗金星了 你怎么这么穷呢 之前挖了不少矿 怎么才这么点 我都有四十多颗 你是不是都没怎么挖矿呀 挖了呀 下不过恢复 挥霍到哪里了 那是爱奇他不掉星期啊 呃 你这纯粹是自己作美的 挖了三组够用了 接下来去挖钻石 去之前做个太和金稿 不然到了那儿两眼一抹黑 挖不了钻石就难受了 我发现了两个流氓增沙 是嘛 我待会儿就到 刚来盲眼香 财气啊 我刚才不是去挖沙子了吗 费了点时间 哦 对 小小年纪 这记性都不如我了 我做了个标记 你待会儿过来 应该能看到 好的 运气不错 刚来就挤起了三颗钻石 刚好做一个蓝钻铲 做完回家 多挖两个 做两把钻一切呀 嗯 行 那我就多挖点 你再多坚持会儿 没想到最后一颗钻石 好一顿长 四颗 够做两把钻石剑了 回家 从人路里拿一点烧好的铁矿 合成能量剑 阿里坚持住 我来了 哦 下面是阿里留下的岩石块 下去看看 刚来就被熔岩巨人盯上了 先解决掉它们 诶 阿里 你给我留的标记在哪呀 我没看见 公司长得有点高 在那两个石头上面 哦 看见了 这两个挨着还挺近的 而且特别的浅 一看就很好挖 阿里 这次可是立功了 好 我挖完了 啊 喂 阿里 你怎么泡在岩浆里呀 想洗澡也不用这样吧 谢谢孩子 不要太热闹了 看得出来 你这趟练星之旅 过得并不这么好呀 给你把能量剑 拿着防伤 你挖完了 我赶紧走吧 你黄金和电石挖够了没呀 要不要再挖一点 黄金是不是够了 我 可怜的阿里 被雷环光光手打到岩浆里了 没关系 我替你报仇 实际上是太惨了 哎 又可怜又想笑 哈哈哈 电石我只挖了一个 啊 这么少啊 那再挖一点吧 哦 咋样 嗯 又掉下去了 挖矿可不能站在上面挖呀 你今天好倒没有 是不是出门忘了看黄历了 别能想到在下面是岩浆呀 今天运气太差了 有个弓手 想偷袭我 吃我大宝剑 哈哈哈 他为什么不打你又打我 哈哈哈 他本来打了我 但是被我躲过去了 正巧打在你身上 又在烈焰星待了一会儿 挖了不少金子和电石 我们就要打到回府了 不得不说阿里今天真的是太倒霉了 最后回来的时候还卡住了 真的是干什么都不顺 那刷石鸡的工作还是留在下期吧 让阿里好好休息休息 好啦 下期见哦 拜拜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桃子 上次一见完刷怪塔 我身上只有50个星象 在这挂了火鸡 又攒了好多怪 诶 什么情况 我在这等了半天的 结果阿里一来 咔咔咔 全给我砍没了 嗯 别哭别哭 谁砍不是砍呢 再说了 你不是说 给我欠的吗 嘿 其实就是给你留的 我已经有150克星星了 箱子里也已经有很多战利品了 土豆 小狮子 肘子 反正以后是不会再缺了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一把铁斧子 看来是哪个幸运儿掉落的 土豆也全部带走 农田用得到 今天咱干点什么呀 今天就开始发展农业 把箱子里的土块全部取出来 门前的路要修一下 高度就跟下来的楼梯保持一致 小山丘全部铲平 地上的岩石也挖掉 换成土块 迷你新出了工具的皮肤 稿子变成了冰淇淋 每次看见它都会记起我的食欲 可惜过年期间泡了好几斤 暂时还是不吃为好 好了 这么大的空地应该是够了 接下来拿出牛排斧子 去附近砍一些白羊木 做点白色的渣篮 这个地图还是挺好的 附近就要白羊木 也省得我们到处跑了 随便砍几棵 弄点种子回来种在门口 讲究的就是可持续性发展 农场具体怎么的建法啊 这都是斜的歪的 我想先铺条路出来 怎么铺 想想啊 农场可不能斜着 所以得把路弄平才行 那就从两个楼梯开始往前挖 一直挖到交界处 这样一来 它不就变成方方张张的了吗 哈哈我可真极致 极致极致 说你最极致了 嗯? 这话听着可不像夸我的啊 一格的小路感觉有点窄 给它扩成三格 做点细沙板砖放在中间 这个砖还是挺好看的 嗯 看起来挺不错 那农场的话 就放在左右两边了 我不打算做自动农田 不想弄点野人伙伴回来 帮我们种地 所以每个农田的大小 就决定是9乘9啦 再多一格 又来放床和箱子 那就见9乘10大小 剑完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打算只剑两个 不过现在改变想法了 我要把这片全部剑满 用来种小麦 萝卜 土豆 西瓜 南瓜 甘蔗等等 所以再把这里的路往外铺一下 再看点树 做点栅栏 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唉 一想到我这白白的栅栅 要配丑丑的M栅栅们 我就心痛 官方什么时候能出个白色的栅栅门啊 还有我一直想要的硬纱块半砖和硬纱块楼梯 真的想要好久了 什么时候出 我怀疑野人伙伴会不会开这个栅栅门啊 嗯 这个他们也会开啊 就怕玩意 那还是坏了吧 把他们封死在里面 给我们打一辈子供 还是不给工钱的那种 那我们怎么进去 我们跳进去 嘿 这不就进来了吗 把农田全部开坑了 还有个办法 可以设置个路障 在地下放个栅栏 那野人不会跳出来吗 好 就这样呢 现在三个农田已经建树完毕了 再继续来四个就OK了 干活干活 又是努力干活的一天 终于完工了 哎 好累 上次挖山 这次开地 不过放眼望去 景色倒是很不错 我已经开始期待里面种满农作物的样子了 哦 嘿 好啦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啦 咱们下期再见 白了个白 欢迎回到唐唐山 我是桃子 今天把农场的作物种一下 总共是要种七种农作物 先放放家里的箱子都有什么 土豆是刷怪塔掉的 小麦家里只有一个 少的可怜 棉花 哦 是南瓜 有四个 我找到胡萝卜了 不过只有一个 现在我们就只差西瓜和甘蔗了 好在这两种并不难找 附近雨林里应该就用 天黑了 先睡觉 小麦只有一颗种子 真可怜 好在阿里还长大了几颗 全部种下去 南瓜种在小麦的后面 土豆家里还是有很多的 种满了三排 棉花也是要种的 还要给野人伙伴做床呢 全部种完了之后 我们打算去旁边的雨林 找找西瓜和甘蔗 路上看见小麦就顺手收集了 现在也是非常的缺小麦 哇塞是西瓜 刚进来就找到了 哇 啊 小猴的堆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两个 附近还有白锦的猪肉呢 美滋滋 我找到甘蔗了 好的 这下全都齐了 不过来都来了再逛逛 能多收集一点是一点吗 发现了一颗南瓜 桃子你先别找了 来来来 快过来看 阿里这是发现什么了 不会是神庙吧 来了来了 你看看 这个太和金框是一定要带走的 还有下面的三个符文 怎么是符文怪啊 哎 这个也是 不信鞋了 我就不信第三个还是 吓死我了 我就说我不能这么倒霉嘛 神庙 现在先不打先弄农场 既然东西都找到了 回家 还有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呢 又是一个下雨天 在雨林附近三天两头的下雨 真的好烦 今天的目标是 驯服野人帮我们种地 首先得做巫术骨锤 需要骨头 银光晶体像洋花 家里只有骨头 别的都得找 野人伙伴能做的作物 应该有小麦 萝卜和土豆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驯服三个引人猎手 得做三把巫术骨锤 像洋花平原比较多 正好我们门前就是平原 来这里收集一些像洋花 还能顺便收集点小麦和棉花 美滋滋呀美滋滋 像洋花已经有十一个了 够用了 回到家把带回来的棉花和小麦再种上 现在缺的材料就只剩荧光晶体了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呀 阿里刚才发现的灯笼鱼 正好可以掉落荧光晶体 帮了我们的大猫了 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哼 灯笼鱼我来啦 一下子掉凉 可以再打一只就够了 诶你别咬我啊 念在你是这片池塘里的最后一只灯笼鱼 我才不对你下手的 休想自己着实 哇不是吧起火了 森林大火灾 中间隔了一条红 应该烧不到对面去 就不管了 我回来了 桃子你帮我种上棉花 我种不了了 棉花 你给我的明明是果苗呀 是吗 我怎么记得是棉花呢 好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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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树捕锤合成 再做个篝火 今晚就训敷野人 就放在这儿啦 方便把野人直接推到农田里 把床先给他们放好 来了来了 有一个猎手他来了 另一个猎手啊怎么也不到 只能先训这个了 敲完立马睡觉 免得野人被怪打死 别跑别跑 等我把面包掏出来 优拉 好洋气的名字啊 把餐安排在哪个天里 就小麦田吧 他都走到这儿了 快快快 趁现在推进去 我把路封死 嗯 搞定 嗯 不要 给你吧 我的野人 我做主 优拉变身 小农夫一枚 以后就在里面乖乖的丢了种小麦 野人是有够傻的啊 明明出不去 还一直在这儿走走走的 我去他跳上去了 不行 这个野人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知道走捷径了 这个床看来不能这样放 他们会垫脚 好 挖个坑放在地下 再把布洛图腾摆上 这下看你还怎么出去 不错 很等事儿嘛 已经开始干活了 接下来驯服第二只 不过这只离家好远 怎么带回去啊 要不把它打到中山喊回去 只能这样了 老样子 操完之后直接睡 这次的是蓝头发 名字叫黑龙 这名字好的 打了他几下 蓝头发直接变成白头发 还能这样的啊 走走走走走 床帮我拿一下 扛回家 扛回家 快走快走 来来 扛到这里面 床先挖了 栅栏封上 快 雪高 一会儿扛不住了 好嘞 我们的第二位 黑龙想通知已就位 床也放好了 搞定 那 龙夫旗帜已就位 我们给小麦田安排上 丢了就能种地了 就放在水的上方吧 今晚继续 驯服第三只 也是最后一只野人 今天来的有点多啊 有三只 我只要野人猎手就好了 挡了挡了 开始行动 先敲一下 再把两个野人解决掉 然后倒头就睡 小想动物的野人伙伴 来看一下最后这只叫什么名字吧 奶酪 奶酪 是你吗奶酪 此处疯狂爱的奶酪同学 你别打他了 他很自觉的往家走 走走走奶酪 回家了 土豆田才是你的归属 别在西瓜田这里发呆了 此路不通此路不通 往那边走 回头回头 看我身体卡走位 就这样 对 就这样 哎 过了过了阿里 漂亮 再把剩下的两个农夫旗帜做出来 放在萝卜田和土豆田 搞定 接下来就剩最后一步了 做三个稻草人 放在农夫旗帜的上面 加速农作物的生长 我从家里拿了购物和剑 旁边雨林的祭司都刷到这里了 飞得非常低 以免影响到我可爱的小野人们 我决定把他们都清理掉 消除现在的危险 情况不对呀 黑龙和奶酪看样子都想去对方的田里干活 我给他们开个路 果然最了解他们的莫过于我了 这下都开始干活了吧 那以后黑龙就负责土豆田 奶酪就负责萝卜田 好好干 有奖励 最后安排荡草人 手里的小麦只够做一个操作的 就先分给小麦田了 剩下的两个估计还得等好久呢 把旁边的方块敲了一下 不会打碎玻璃吧 不会吧不会吧 我去 完了完了 挖掘速度太快了 一下就把玻璃打碎了 这怎么办 哎 只能砍掉床来了 哎 来我来我 待会你还是别动了吧 我自己弄就行 嗯 好吧 家里实在是没小麦了 用肘子催熟一下吧 催了两天终于完事了 早知道这么慢 我还不如出去找野生小麦呢 说多了都是累啊 唉 好啦 那本期视频做到这咱们下期见 拜拜